你好 早晨 又是一杯咖啡 不過今天我是喝麥當勞咖啡 麥當勞咖啡也是 沒話說 是自己的選擇 為什麼我喝到麥當勞咖啡呢 因為我今天上班的位置 左邊和右邊店 都是有賣飲食 也有賣咖啡 但是搞笑地 9點之前 之前你不用知道它有 甚至9點還未能提供服務 唯有近一點去麥當勞 這個中間的另一邊也有 有兩間咖啡 但是我嫌遠 因為一來一回浪費了我的時間 所以麥當勞咖啡做早餐 為什麼最近我經常在外面的早餐 是因為我沒有車渣 我是坐巴士和火車上班的 所以我不想一秋二嫩 拿著一些食物去上班 甚至午午餐也沒有在外面 為什麼不在家裡吃完 因為我要預算坐車的時間 我在家裡是太早吃早餐 太早好像那天晚上吃完晚餐 你都未消化睡醒覺 你又再繼續吃 所以我等到回到公司 我早一點回到公司 在公司裡好好享受我這杯咖啡 和吃這個早餐 早到回到公司 今天想跟大家聊一下 就是關於守時準時的問題 因為早日跟我朋友聊天 他就說我不會早到的 他說我早到我覺得很浪費時間 但是我不會遲到 我是會準時的 至於另外一個朋友 他就說他沒有說他直接把守時準時這件事 因為他是癡之以鼻的 因為他真的是這樣 他是完全放飛自我一個人 只有他自己的 他是不管你約會的時間 不管那些事情 總之他有可能 他到了就到了 因為有一次甚至很深刻的體驗 就是我們約了時間去吃飯 他說你來我的家 接著我才去 他當然是未準備好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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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單止是未準備好時間 準備出門口 甚至乎我坐在那裡等他 等到幾乎那個約會開始 他都還未說 喂不要走 我們已經遲到了 人家把桌子好 我們十到十五分鐘就不給桌子了 可以的了 不會的 不會沒有的 就是有些這樣的人 至於我自己 我自己是一個 我相信我也是一個不準時的人 我守時能 我不準時 為甚麼呢 因為我自己有一個習慣 就是不理是任何的場合 我都會是早到十 最少十到十五分鐘 甚至乎我教我的小朋友 都是說 你最好 你給你預定的時間 早十到十五分鐘到 那就 很多事情 我覺得是好很多 為甚麼呢 第一 露面狀況會有些甚麼情況 你不知道 你要預預一些露面狀況 第二 第二 就是 你在指定時間 你準時到 你好像那樣東西 你在一個路程裏面 是continually 就是你一直是沒有停到這樣 隔著樓 給我的感覺 我是很不舒服的 我會覺得 心神很不穩定 所以我會習慣 你跟他說 你習慣早到十到十五分鐘 你就在那個指定的地方 可以在附近 留意一下你的位置 上班 你早到就是為了可以很舒服 喝杯咖啡 如果其他的 appointment 你是認識你那個約會的 隔離的所有範圍 左邊又是甚麼 左是甚麼 甚至乎是需要去洗手間 這個洗手間除了去解決你在路途上的趕速 令到你可能會有這個需要之外 我會說 男生好女生好 你都需要去洗手間 整理一下你的儀容 準備你去面對你將會有的這個約會 不知道大家 對於這個守時準時 又會有甚麼見解呢 謝謝